你們知道的新劇都在創作嗎? 新劇 你們也都知道新劇在創作嗎? 不然我們聽聽聽 你要說什麼? 1920年代海外求學的台灣知識分子 接觸了日本近代戲劇運動 以及當時中國新劇 並將近代劇的演出方式引入台灣 而當時知識分子特別是文協成員 更藉由新劇傳達改革理念 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舉辦新文化運動樂 以新劇登台文化大策拼為主題 除了推出特展新時代大登台 還規劃了市集論壇戲劇導覽Podcast等多元體驗 帶領民眾了解台灣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與內涵 我們在這邊定義的新劇的話 是指1920年代開始 不同於舊的傳統戲曲的形式 進來台灣之後所發展出來的戲劇 所以我們把新劇把它定義為 所有非傳統戲曲的戲劇都稱為新劇 所以我們比較知道的文化劇或者稱為文化系 或者說有人說文明系 或者說文士劇 那以後來甚至後來的華民化戲劇 我們都把它稱為是新劇 白春彥老師一起 然後在這個十月一號的時候會做這個論壇的開場 這樣子 那第一週呢 開始也會有這個Podcast 十集的節目 會在線上文化上陣 都是以這個新劇文化劇來做推廣的內容 這樣子 那第三週的時候呢 就是十月十五十六的這一週 我們在大道城戲院就特別邀請了藍陽戲劇團 來演出英雄在線蔣衛水的故事 就是把蔣衛水先生在這邊怎麼樣的推廣這個新劇 推廣這個文化運動等等的這些一生的作為 用戲劇的方式表現出來 因為那非常的值得我們 增加深入的去認識的了解這樣 那同時呢 我們在十月第三週也跟大道城國第一術節合作 我們一起在街區辦了這個變裝的音樂會市集 那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跟我們在那個時候回到一九二零年代 然後呢 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就是在那城在地的店家 我們今天有很多的店家 都跟我們一起聯名喔 推出了新文化運動月的限定商品 那大家呢 去逛這個街區的時候 都可以同步的用商品來訴說 這樣子的故事這樣子 台 新時代大登台日志時期新劇運動浪潮特展 特別邀請以日志時期文化劇為研究領域的 學者白春燕擔任策展人 疏理新劇運動在台灣發展的時期與脈絡 為了讓民眾了解百年前後的時空背景差異 特別復刻了當時劇場的環境 製作情境演出 描繪日志時期新劇在台灣社會的時機樣貌 我們這展覽是透過整個戲譜的說明 讓大家了解說 這個20年來到底有多少的劇團 那他們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他們結束時間還有出發成立的時間 那有哪些人 那所以我們會從人物 劇本 劇團 還有演出的形式來告訴大家 那我們的就是展覽裡面有幾個特色 就是我們特別設置了一些有趣的 比較能夠寓教於樂的一些裝置 讓大家才不會看文字看到睡著 所以呢 尤其我們設置了一個叫做文化劇的情境劇場 我們是用就是有螢幕的演出 然後也有那個就是發出聲音 有那個警察大人 那也有觀眾在下面 他們會發出聲音 然後來跟那個影片裡面的人物做對話 那這個是可以體現的是 當時文化劇演出的狀況 那那個狀況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其實就是一個不太熟練的狀況 就是演得不太好 所以呢 我們如果被問到說 那日本時代的新劇 跟現在的舞台劇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們通常我們會說他們埋向舞台劇 可是又不太像 在於哪裡不一樣 就是有幾點 那首先有一點就是演員不夠專業的問題 因為他們都是素人 因為他們都是素人 他們都是 那其實就是有些人 還有一些反日 反殖民 還有甚至就是反資本主義 那那個宣傳 無產階級主義 都有這樣的思想 那我們在這個情境劇場之外呢 還有設置了一些互動的裝置 譬如說 因為當時的新劇進入了 台灣之後是會跟舊劇產生衝突的 因為它反對舊文化 包含舊劇在裡面 尤其是歌仔戲 所以呢 新文化運動者他們用心劇 還有就是說思想宣傳來反對歌仔戲 反對舊劇 那可是呢 事實上 這個他們的理想層面的理念 還有他們的浪漫 理想是很值得從敬的 但是呢 也是基於他們的不夠專業性 還有政府的打壓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去動搖 我們台灣傳統戲曲的根基 那所以呢 我們這場展覽呢 我們不是一味著在說 新劇運動者是多樣多麼好 那他的光環是多麼大 我們不是在講這件事情 我們會去介紹說 他在當時遇到的困境 和他的挫折 所以我們透過新舊劇的這種 吸粉 我們稱為吸粉力 就是 其實那是用一個磁鐵裝置 然後我們可以去玩 那你可以試著去搶奪 譬如說我是新劇 我演出新劇 那我試著想要去 搶奪對面的那個舊劇的觀眾 可是搶了半天 你搶了很久 可是結局就是你還是沒有搶贏他 我們要講的是這個歷史的現實 那還有就是我們 劇本的介紹的部分 因為劇本看字實在很辛苦 所以我們有請那個 專門的演員 竹生哥 他幫我們錄製 就是一小段就是 五六個劇本的那個 讀劇裝置 那你就是拿取話筒 就可以聽 當時的劇本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故事 然後最後呢 我們還設置了一個所謂的 戲劇人生的大地遊戲 那這個大地遊戲 其實就是一個選擇題 就是你是一個工學校畢業的青年 你可能會選擇你要進入職場 那你也可能選擇就是繼續讀書 但是你因為有懷抱 有懷抱對台灣好的這樣的情感 所以就會很自然的 進入了這樣子的社會運動的場域 那你可能就會選擇 你要演出戲劇 那有的人他是 他是真的很愛戲劇 可是他不願意從事 這種比較危險的社會運動 那也有這樣的一些人 所以他會有一些插入口 來問我們的民眾說 那你這時候你會怎麼選擇 那走到後來呢 就會有七個不同的人生 那這個主要是 我們會告訴你說 你這裡你的選擇最後就是 就像某一個劇團 譬如說你這個就像張維賢的劇團 你是藝術堅持派 因為你非常的堅持藝術 所以呢 那你是走了這樣一條路 那有的人可能會像周天啟 就是彰化的頂心社 那周天啟他們的話 就是因為他們非常的激進 所以他們很早就劇團結束 大概是這樣子 就讓民眾透過遊戲 然後讓自己得到了一個 好像我可能會有點像他 那接下來就是會去讀 這個劇團 然後這個人物他有什麼樣的故事 就引發他比較濃厚的 了解的興趣 新劇登台文化大車拼相關活動資訊 可上活動官網或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粉絲專頁查詢 邀請民眾一同參與 認識台灣這片土地的歷史與文化 記者聯席會議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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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